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年他曾拍摄过非常多的经典电视剧 年轻的曾亚军非常好看 明星气质十足 他的五官很是大气 整个人的气质也是比较温婉的 再加上气质和神韵都神似女星刘雪华 而且经常演苦情角色 因此由小刘雪华之称 最开始的时候 曾亚军受到了电视台力捧 在多部剧集中担任女入角 演一些青春靓丽的角色 可惜他的长相偏成熟 始终未能走红 无奈之下 曾亚军只能转走中淡路线 接演妈妈辈角色 其实那时候的他才二十几岁 虽然不能演符合自己年龄的角色 但演妈妈辈的曾亚军 却意外收到观众的喜欢 他也逐渐在影坛站稳脚跟 并经常有机会出演穷瑶剧 1987年 曾亚军拍了电视剧《把它交给你》 通过这部作品 他赢得了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这个奖项含金量非常高 曾亚军作为演员也算是得到肯定了 先后出演《四大金钗》 《金华烟云》 《七海游龙》 《刘伯温传奇》 《包青天》等剧 随着台湾偶像剧的盛行 曾亚军天约咒少 2000年转到中华技术学院人事部门工作 但出演一圈 而不少综艺也是邀请过曾亚军出席 曾亚军还是拒绝 一是因为疾病缠身 二也是因为曾亚军不想继续抛头露面 不求名利 退出娱乐圈后 曾亚军的生活并没有回归平静 健康更出现了很多问题 让他痛苦不已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中年的曾亚军患上了肠道疾病 生活也变得窘迫而无奈 最让他困扰的是 因为患病做过肠道切除手术 得靠接管排泄 他必须整天携带便带 如果不慎吃太多 身体又失去自主排泄功能 便带冷不方爆开 往往弄得一身是排泄物 有时候 便带一天能破三次 自己难受不说 旁人见了也会很尴尬 当时曾亚军的体重也因病情太重 一度降到只有41公斤 生病一年后 靠着家人扶持医药治疗 以及自己的意志力终于出院 伤口恢复良好 体重也恢复到46公斤 不过看护仍随似在旁 因为他的癫痫症状仍未治愈 只能靠药物控制 在出院后 曾亚军依然需要携带便带 且还是会有破开的情况 曾亚军的妈妈认为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终于 在妈妈的建议下 曾亚军再一次复诊的时候 做了接肠手术 当时虽然手术伤口还没拆线 但曾亚军因为生病后 心情一直很差 实在不想住在医院疗养 主治医师也认为胎复原情况不错 便同意了他提前办理出院 出院之后 他回了家和妈妈同住 住院的这十个多月 其实曾亚军并不只是经过肠道切熟的治疗 据悉 当时就医检查 经见肠子坏死 进行接肠手术后恢复良好 本以为病情到此为止了 为了 又因肠穿孔 并发器官衰竭命危 其间总共换了三间医院治疗 才减回一条命 曾亚军后来对媒体坦言 从发现病症到治疗结束的十个月以来 总共花了一百多万元的医药费 前些年演戏和作秀的老本早已花用殆尽 不过幸好家人接济 让他能安心养病 他曾经眼眶泛红地说 以前跟哥哥没太多交集 我病危时 他从南非请假飞回台湾 虽然我仍昏迷不知道他来 但是之后听妈妈讲起 真的很感动 可是 腹部的病症治疗完之后 没想到病魔还不放过他 曾亚军出院后 健康状况虽有改善 但总是时好时坏 甚至出现癫痫 失忆症状 后来他回忆痛苦的过往时 难过地说 在家会常突然觉得缺氧休克 也会暂时失忆 据台湾媒体报道 曾亚军有一次出席关怀演艺人员的中秋节聚餐 当时因为现场过度吵杂和空气浅缺 导致他癫痫突然发作 发病的曾亚军口吐白沫 当场昏倒 吓坏在场200多位艺人 休息后 恢复清醒的他坦诚 因为这个病 我自己已经非常苦恼 出来工作 还要连累身边的人 癫痫症状 对他的生活和工作造成极大困扰 索性曾母曾鼓励他 对他说 你的命好 从死神手中重生 上天把你留下来 一定有事要你做 老话说 吉人自有天相 这话也确实印在了曾亚军的身上 后来 失去的中华技术学院文书工作 传来消息让他复职 一度让饱受病痛折磨的他开心不已 只是 复职时间越近 他就越害怕 担心患病的自己不能上手 会在工作上造成对方的困扰 于是妈妈一再鼓励道 总是要踏出第一步 这才让他有了信心 在他治疗的这段时间 除了赔上百万治疗费用 收养的十几只流浪狗也被迫送走 房子更是因一个月近六万元的房贷压力而卖掉 真可谓是人才两空 生病期间的曾亚军还曾有过一顿婚姻 还是瞒着家里结的 曾亚军曾低调地表示 自己和小八岁的张志宏交往多年 可惜妈妈始终无法接受 于是小两口就瞒着母亲偷偷登记结了婚 不过却在他当时因病昏迷送医时 被妈妈看到身份证上的配偶登记栏 已婚身份才曝光 为了不让妈妈生气 他还开玩笑地说 我这老公是挂名的啦 遗憾的是 这段感情非但没有帮助他疗愈病情和心绪 反倒将他推入更深的痛苦中 当时饱受病症折磨的曾亚军 发现自己因为替张志宏做宝 再度惨赔数百万 病痛加上爱情伤害 还有财产负债 一度让曾亚军崩溃 甚至还因此患上了忧郁症 更是有过轻生的想法 后来找了心理医生 经过很久的心理医疗之后才得以走出来 俩人在2005年签字离婚 这也是曾亚军的第三度失婚 她的婚姻之路始终走得不顺遂 说起来 在八九十年代的 曾有好几位女星已拍摄苦情剧出名 但她们的感情路都很坎坷 像刘雪华 她年轻时曾与刘德凯相恋 然而多年的付出 最后却换来南方的无情抛弃 之后刘雪华恋上一名编剧 两人婚姻一度很幸福 没想到2001年时 她的老公竟坠楼身亡 留下刘雪华自己一人孤独地生活着 虽然已经61岁了 但刘雪华依然还活跃在观众面前 无论经历过什么 她都一直在坚守自己热爱的演戏事业 而她相比于曾经患过病痛的曾亚军 保养得更好 在近期媒体报道的新闻中 刘雪华还戴着拍古装戏用的头套 但是面对镜头时气场依然强大 脸部保养得很好 根本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 她的手臂十分的纤细 非常有骨感美 跟工作人员说话时笑意盈盈 气质吸引人 让人一点也想不起 她眼宫心细时心机深沉的样子 而小刘雪华曾亚军 早已不活跃在镜头前了 真是造化弄人 由于人生在健康和感情路上的打击不断 也渐渐改变了曾亚军原本的脾气 以前的她个性很呛 开车时遇到不平事件 还会摇下车窗骂人 但现在的她性情转好 前夫张志宏找她诉苦 她还会反安慰对方 两人甚至成为了好朋友 故事约出来聊心事 而近年台湾谈话性节目盛行 其实曾有制作单位找她上节目聊八卦 但是她不愿意消费别人赚钱 身体因素也不方便长时间拍戏 现在已全面消失演艺圈 过着平淡的自在生活 有句话说的是 没有被死亡宣判过的人 又怎会明白生命的珍贵 事儿没落到自己头上 自然是觉得自己可以怎么样 可真到了那一天 空云地讲 真正敢冷静直面死亡的人 屈指可数 人财两空的事情 在医院里每天都要上演无数次 我们若是仅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根本体会不到那种痛苦 所以曾亚军当年经历过的痛苦 我们其实永远都体会不到 只能对此表示惋惜和心疼 但是他能撑过去 就真的令人佩服 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候 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 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所以啊 希望大家以后不管经受什么样的苦难 一定要先保持好好生活的希望 患病之后的重生 才是真正的凤凰涅槃 最后祝愿曾亚军女士余生顺遂 健康快乐 能收获自己的爱情 就最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